那在第一天的土团党代表大会中 土团党的主席穆尤丁就宣布 他将会向西蒙领导层跟政府呢 建议落实全新的土著议程政策 那虽然这项新政策目前只是停留在提议阶段 但很多人尤其是非土著啊都开始担忧 这项政策一旦落实的话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权益 那对于大家心中的这个忧虑啊 今天穆尤丁就要大家放心 说因为这项政策呢 将会确保全民能够公平地共享国家繁荣 今天一早身为土团党大家长的首相马哈迪 简约了由70人组成的仪仗队 随后一众代表也一同高唱国歌和党歌 为最后一天的大会掀开序幕 结束了简单隆重的仪式之后 代表们陆续进入会议中心参与大会 在进入母体大会政策演词环节时 党主席穆尤丁表明 他早前提出要向西蒙建议落实的新土主议程 目的是要实现各族之间的平等 而这并不会剥夺其他种族的权益 慕尤丁补充他们将会与马来经济团体 各族商会业者被政府组织和西蒙成员党磋商 以拟定能够汇集各族的新土主议程 其实说起土团党这个才刚刚成立两年多的政党 那虽然名字不一样 但从里到外啊 这个党是冲出着浓浓的这个巫统味的 有着浓厚的巫统DNA 不管是带头的领袖 像马哈迪 穆尤丁 穆克里这些 还是绝大部分的党员啊 他们都是来自巫统的 就连党徽跟党服的主要色调啊 都跟巫统是一模一样啊 都是红海一片 那其实也不奇怪 土团党成立一开始 就是要替代巫统 要取代巫统的 那要取代巫统啊 这个也是近期马哈迪跟土团党领袖 他们一直挂在嘴边的 昨天马哈迪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有特别提到 他说啊 马来人相信 他们还是需要一个马来政党 来捍卫他们跟他们的权益的 而且他们相信 只有马来人才能保护他们 所以509前 马哈迪他才会成立土团党 那马哈迪说 如果509前 他没有创立土团党的话 没有强调土团党是个马来政党的话 他可以写包单 西蒙不会赢的 到时候执政的 依然会是纳吉 是国阵 那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在马来西亚 还是有一大部分的马来人 他们依然希望 有一个强大的马来政党 来领导他们 唯有这样 才让他们有信心 把票投给他们 那所以就算西蒙怎么喊 全民平等啦 跨族群政治啦 土团党 还是得要以马来民族优先 还是必须马来人至上 还是得要让大家觉得 土团党就是一个马来政党 那如果土团党没有向马来种族主义靠拢的话 那么西蒙就不会获得马来人的支持 然后西蒙就会失败 纳吉跟其他乌统的贪官就依然逍遥法外 这个就是马哈迪要大家承认的一个政治现实 那所以马哈迪说的是 土团党要成为现在马来人的唯一选择 以前是巫统 现在他们的选择就必须是土团党 而土团党可以系巫统之后 成为马来人的这个新的保护伞 那但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 土团党要取代巫统 会不会让他们自己慢慢的也变成巫统2.0呢 很简单嘛 那如果你是一直强调土著之上 你强调马来人优先的话 你就要特别照顾他们啊 让他们觉得你们是比巫统更关注他们的权益的 那会不会到最后 还是回到以前巫统时代的捧党利益输送呢 会不会为了获取马来民族的支持 而又让自己掉到操弄族群议题的深渊里头呢 那慕尤丁在昨天跟今天的演讲当中 他一直有提到 他们会向西蒙提成一个全新的土著议程 而如果按照刚才马哈迪说的 他必须要让马来人觉得 土团党是个捍卫马来人议程的政党的话 那这个新的土著议程 会不会是一个新经济政策2.0呢 那虽然这个慕尤丁他也强调 他说这会是一个公平对待各族的土著议程 但是一个摆明强调土著优先的议程 又怎么会公平呢 那虽然到现在为止 我们真的还不知道 这个新的土著议程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议程 但这个建议一提出啊 难免会叫人感到担忧 虽然说509靠马来反风 让西蒙胜利 但不要忘记哦 没有非马来人的选票的话 也造就不了这次的变天 所以土团党要怎么在两者之中寻找平衡 就成了他目前最大的挑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